大家都知道我和台湾的社图日记互相怼了四期视频了 我跟大家谈谈我的感受 一句话总结就是好吗 我大意了这回 我发现我根本不可能战胜一个纯SB 因为他会先把你拉到跟他同一水平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来打败你 大家都知道自干五基本不会去怼轮子 因为轮子那玩意儿他侮辱智商 很明显都已经魔证的人了 我发现这巴炯也是一个魔证的人 你想想磊哥的风格是摆事实讲道理 并且给你罗列各种数据 你跟那种造谣的你根本就没有用 知道吗这套东西 所以绝对是磊哥大意了 好我们这把绝对大意了 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前两天有个视频 就找了一个群众演员 说在中国学习 结果只给他学思想政治课 天天学什么习近平思想 这不扯兔子吗 但是但凡你去拨他这个事 那就说明你输了 所以把它化为跟轮子一块 我觉得是绝对好的 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 你说好好的警盖 我打开他干嘛呢 盖好汉死不就完事了吗 汉死之前往里尿泡尿也行 对于他们我觉得别争辩 千万别争辩 直接就喊No.1就完事了 大家好 我是大喊台湾No.1的磊哥 台湾宇宙No.1 以下内容都不是给台独听的 各位巴炯的粉丝赶快关掉这个视频吧 行了咱都继续聊 其实台湾这些赚反华流量的网红 性质都差不多 他们本身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就靠民进党发的那些狗粮 还有油管广告费为生 他们频道的目的 就是在台湾的年轻人中散播仇恨 用造谣的方式洗脑台湾的年轻人 说大陆如何落后了 如何邪恶了 而且他们也在不断的强化民主自由 这个虚幻的概念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年轻人 可以把选票投给民进党 大家可以想想看 一个普通的台湾年轻人 长期在这种舆论和教育环境下长大 那必然是天然毒 那脑子绝对是翠绿翠绿的 而且对于大陆人 都是充满类似于西方种族主义一样的歧视 还带着自己一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而打破这种谎言的环境 就需要他们自己亲自来大陆看看 感受一下 但是这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台湾的年轻人普遍又特别的穷 民进党的策略就跟养猪累卷是一模一样的 你海外的台湾人想投票 必须肉身飞到台湾去投票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海外台湾人 既然你从井里出去了 那就别回来再投票了 我们只要把猪圈里的猪骗好就完事了 而在反观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 那真的是变成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还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案例分析 大家又从两岸的up主之间就能看出来 明显大陆这边的人对台湾还是比较了解的 而台湾那边对于大陆的了解很多都是错误的 而大陆人最早对台湾都是有点感情的 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仇恨教育 后来看到香港和台湾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仇恨教育 从小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写着 美丽的宝岛台湾 所以大陆人对台湾开始都有天然的好感 而现在为什么大陆一提起台湾都觉得恶心 并且气不打一出来呢 为什么全都开始支持武力统一呢 这都是台湾自己一步一步作的 大概十年前有一个新闻 一个台湾阿姨带着孩子到上海旅游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说了一句台湾省来的 台湾的阿姨直接就急了 跟服务员吵了一个多小时的架 搞得服务员是一脸的懵逼 另外我从直播up主那边听过很多和台湾人接触的故事 你会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比大陆人高级 这和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 那心态多少有点相似 虽然现在台湾从各个方面都已经远远的落后于大陆了 但是这种心态依然还是比较普遍的 哪怕经济不行 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西方的民主体制 有民主自由 大陆是独裁愚昧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还是高级 好嘛 开始跟你玩这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我想和台湾人接触比较多的朋友 或多或少都能理解我说的话 其实像八九这样的台湾反华网红 只是一个缩影而已 民进党需要台湾人去仇恨大陆 这样可以利用这种仇恨对立的情绪 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没错 就是独裁统治 甚至国民党为了能多拉一些选票 也开始搞一定程度的反华 因为仇恨大陆在台湾 已经变成了很大的一股潮流 而在选举制度下 这些集体情绪全都可以转化为选票 这就是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 在我们大陆人看来 这是非常低级的 内耗极大 并且挑动人民对立 我们可以简称为愚民民主制度 那么很多大陆人以前对于台湾人单方面的好感 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幻境 而打破幻境让大陆看到台湾的本质 这点咱们就得感谢民进党了 这点我个人对民进党还是非常感谢的 不迫不力 这就叫民进党的反华策略 间接统战了大陆的民意 并且让大陆官方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经常提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台湾人对于大陆的仇恨 最终换来的就是14亿人的仇恨 十几年前 如果提到武力统一台湾 会有一大堆每天看台湾电视剧 听台湾流行音乐的年轻人表示反对 但是现在如果官方提出武力统一台湾 没有人会反对的 知道吗 这点民进党那是功不可没 那么台独经常叫嚣的 咱们还不武统呢 说半天不打过来呢 说到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 我之前看过台湾的一份统计 超过80%的台湾人都认为大陆不会动武 从这点就说明了 台湾人基本上不懂什么叫底线思维 并且对于军事领域完全处于白痴的状态 给大家看个图 这是中国在南海建立的人工岛 为什么美国的航母 现在在南海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上个月美军的罗斯福航母到南海来了 结果美军最后承认罗斯福航母在南海 被中国的轰炸机进行了多次模拟攻击训练 当时罗斯福号航母编队进入南海之后 中国军方出动了大批战斗机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训练 进行了针对美国航母的实战演习 除了没实弹射击以外 其他全都是真的 而且这些人工岛就是对抗美军航母编队用的 美国老是在南海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甚至他们来南海的目的也是做给美国人自己看的 是个大内宣行为 美国人心里自己特别清楚 他们根本承受不住一艘航母被击沉的代价 因为会直接导致美国的军事霸权彻底灭亡 所以2016年南海中美对峙的时候 美军在关键时刻掉头逃跑了 那速度可特别快呀 这次罗斯福号被解放军当成实战训练的目标 最终也是灰溜溜的逃跑了 而且罗斯福号还爆发了新冠疫情 这个月16号美国海军发言人就说了 罗斯福号航母上有三名水兵检测出了新冠阳性 所有接触过他们的人全部被隔离了 美军想在南海台湾海峡战胜解放军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吃人说梦啊 而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完全不懂这些 依然觉得台湾好棒棒啊 美国爸爸会来帮助台湾的 哎呀真是幼稚到家了呀 发个对比图大家看一下 当初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时候 澳大利亚有一员叫嚣对中国出动海军 为什么澳洲没有下文呢 看看这个图你就明白了 这是中国跟澳洲两国海军的实力对比 一看你就明白了 上方的一小排是澳洲的海军 而台湾的海军是什么规模呢 看最上面澳洲那一排 最左边那个小护卫舰有20艘 而且还是50年前的老古董啊 所以啊打台湾就跟玩一样 那为什么现在不打台湾呢 哎拜托啊 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台湾现在就是一个超大的精神病院 看台湾那些脑残年轻人 国民党的洪秀柱啊 前几天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 他说台湾刁民甚多 这治理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成本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低了 90年代的时候啊 和台湾谈统一 军队国旗都可以改 而现在呢 亚洲已经形成了还台湾贸易协定 RCEP 为了避免关税 台湾的企业势必要往外迁移 从而进入RCEP内 那么台湾的下场就很明显了 穷台的策略已经开始了 民进党的那套大内宣渔民政策啊 无疑会让台湾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 那么岛内认同统一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而中国大陆这边的底线已经摆在那了 如果台湾那边以后不认同自己的话 那么跑到英国的那些香港废青 就是他们的下场啊 过去当四等人就完事了 那么如果哪天美国人一招臭旗 或者是台湾的阿兵哥擦枪走火 当年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事 就要在台湾上演了 而民进党那些战犯呢 势必是要外逃的 他们演练逃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以为台湾那些国军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掩护他逃跑的呀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 蔡英文在桃园机场演练双飞机外逃 中国的卫星一直全程盯着监控 看得清清楚楚 这几个战犯要想跑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呢 所以对于台独这件事来说啊 我们给台独一些建议 把台湾岛一连根给它锯下来 知道吗 然后啊 就奔着夏威夷那个方向飘 往美国那个方向飘 最后啊 加入美国 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就完事了 最后喊出咱们的口号 今天口号不一样了啊 台湾No.1 大喊台湾宇宙No.1就完事了 了 谢谢大家